蛇狮慢耍大牌。小助理既背大包又蹲下撑伞,看看过往照片再回答。 蛇狮慢耍大牌。小助理既背大包又蹲下撑伞,看看过往照片再回答。 蛇狮慢出演演起《攻略》中那拉皇后,评级低片酬高演技获得不少好评,商演活动更是不断。 近日,蛇狮慢出席某活动现场,白色路径上衣搭配粉色阔腿裤,气质优雅。 不过小助理从上台,到蛇狮慢坐到位置上,一直在不停地忙着撑伞。 蛇狮慢走住的时候,小助理紧跟住。 蛇狮慢坐下的时候,小助理背住一个黑色的包包,不停忙着撑伞,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其实不止蛇狮慢一个人撑伞,很多路人也都撑住伞。 翻翻蛇狮慢的照片不难发现,之前也有男助理为蛇狮慢撑过伞,很多明星出席活动,助理们撑伞似乎是个非常普遍的事情。 但就有些碰子怒是蛇狮慢走红后耍大牌,说蛇狮慢是谱太大了。 不过大部分网友还是非常明视里的,说别动不动就说人家耍大牌,舆论害死人。 人家花钱过助理撑伞,所以这一切都很正常,如果助理撑伞都被说耍大牌的话,那明星们的很多助理都要失业了。 蛇狮慢跟自己的助理关系很好,还经常一起玩搞怪的自拍。 其实在演习攻略的片场,有些娘娘们没有助理撑伞,唯独只有蛇狮慢撑伞了,因为蛇狮慢对这方面有要求,蛇狮慢本就是演员,脸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岁数也不小了,自然要在脸上下点功夫,好好保护护理好。 翻翻蛇狮慢的微博就会发现一个小细节,小助理生日的时候,蛇狮慢不仅亲自为助理过生日,还送小助理一个大红包。 好,蛇狮慢跟小助理拥抱在一起,还找一些朋友为小助理一起庆祝生日,足以看出蛇狮慢对助理的好,蛇狮慢为人怎么样。 再说了,如果蛇狮慢真的对小助理不好的话,小助理也不会这么尽心尽力地为蛇狮慢。 所以说,蛇狮慢耍大牌一说就此停止吧,人家俩关系好住呢? 总有一些人见不得人家俩关系好住的。 总有一些人见不得人家同,你说呢? 所以作为TVB的演艺人,就算是当红是第十后,当红花旦小生什么的,在台上是万千星辉的,但在生活中,也只是平凡人一个。 平时出行逛街办是什么的,如果不是开私家车,那就是做的铁卡。 这真的是非常西数平常的事情了,来列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哈。 在去年11月的时候,港媒记者在中环街头意外跟拍到TVB前当红花旦中加薪,这时候忙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他,难得一个人现身街头,只见他一身素装打扮,一个人走住。 有粉丝认出了就合个照。 原本因为有事想坐计程车回家的中加薪,因来接不到所以索性和普通老百姓一起,排驻队去挤的铁,没啥的,这也不会引起什么起哄啊啥的, 就中加薪是个漂亮女孩罢了。 去年因TVB高人气节目三日二夜爆红的新近小花旦,黄文艺,作为新闻女主播但仍未尚未的他,人气可是不减。 在走红之后就被曝出原来是千金富二代,家里可有钱了。 但这位新近TVB小花旦就很接地气了,为避免别人说他会炫富,靠家底什么的。 所以平时去TVB电视城上下班什么的,基本都是坐的铁和公交车,买东西都是到平静正的地方去逛。 TVB当红小花旦,朱陈丽,同样也是一个接地气的女艺人,没有什么耍大牌之说,是这几年欣赏位的TVB花旦。 在五月份他出帅某宣传活动的时候,被粉丝护送到街边坐计程车,人气可是不低哈。 在和粉丝道别后,坐计程车到了铜锣湾那边逛街,最后走的时候是直接一个步行到附近的地铁站,回到将军奥那边的家里。 而在日前,TVB心力捧得当红花旦,姚子玲,在中环某商场被记者遇到,只见她带着好姐妹兼闺蜜李诗画,赵希露,同时TVB女艺人,一起在附近餐厅吃饭。 在那附近逛街,聊天结束后,姚子玲和李诗画则先行离开,选择坐的铁去铜锣湾那边买东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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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